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有些风雨 可是不会一直都是风雨 一定会经过的 因为阳光我们的神他永远都在 我们也可以了解 在这里的每一位都是不得已的 圣经上告诉我们 他是我们的好牧人 我们必不至缺乏 神使我们在害怕的时候 使我们在最无助孤单恐惧 胡思乱想的时候 神他与我们同在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有手中有永远的富乐 你是我的主 好处不再例外 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 当我们仰望神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神迹必然将来 我们去欧洲度蜜月 我们坐在游览车上面 然后我先生就开始不停地打喷嚏 然后不停地流眼泪 手边也没有治疗花粉症的那些药 所以后来他就说 请我为他祷告 因为我们就全心地相信耶稣 会来医治他 那我就为他按手在他的头上 为他祷告 然后就求神来医治他 突发的花粉症 慢慢地我就发现 他就没有再流眼泪了 然后打喷嚏的次数就越来越小 然后我们两个就很兴奋说 上帝在那个时候医治了他 接下来的旅程就非常非常的平安 他的花粉症就再也没有犯过 好像幼稚园的时间 蛮长的一段时间 其实都是在医院里面度过 就会泣船这样子 我记得小时候每年都会发作好几次 这样的情形就一直持续到 我高中的时候 有一次我在路上 我原本要去学吉他这样 可是在路上就遇到一个 小学同学的妈妈 那他就跟我介绍说 你可以去教会学吉他免费的这样子 然后就去了 除了有学到东西之外 更特别的是就是让我认识到 怎么会有一位这么奇妙的神 愿意倾听你对他的祷告 就是弃传蛮常发作的时间 大概都是在晚上这样子 去到教会之后就发现 其实我可以把我的难过 把我的身体不舒服来跟上帝来祷告 那么年纪渐渐增长 我发现其实气喘他都没有在发作 很久以前的我是非常害羞的 不明白自己的价值是什么 跟同学一起上体育课 或是学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也会学得比别满 在小六的时候 就是我去到教会 然后我开始唱诗歌 试着去跟人互动 到了国中 班上同学都是那种很挑剔很捣蛋的 我就向上帝祷告 几次之后我觉得比较平安 高中的时候同样还是有一些升学压力 也是要吃焦虑 从高中要升大学的那个暑假 那我开始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下去 我学着在教会就主动去找人讲话 就发现 其实人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然后我自己也没有那么糟糕 很感谢神 祂帮助我一步一步跨出去 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神让我到大山的时候 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过去的这些伤害 我的受伤 不能去定义我的价值 我的能力不好 然后别人怎么说 那也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谁 我是上帝所创造的 我就开始去接纳自己的软弱 那位发现神真的是透过我的努力 祂也一点一粒加给我我所需要的一切 民国99年的时候 我先生罹患大肠癌第三期 当场我历时伤感的哭泣 没有想到爱我的阿爸父神 却让我们借着这件事情经验到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因着我先生的病 神就感动教会的很多朋友 长时间同心为我们守望祷告 我先生实实在在得着神完全的意志 神让他不仅身体痊愈 而且全人变得更加的健康 借着这件事学习更珍惜 他所给我的各样的关系 神透过圣经提醒我 万物的结局进了 所以我们要谨慎自首 进行祷告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慈爱的天父绝不会用圣病来折磨我们 更不会借着疾病来管教我们 我们要相信神不但有能力医治我们 而且因为爱我们 祂不但为我们舍命更乐意医治我们 那个育婴师那边通知我妹夫说 你这小孩有点状况 你要赶快送去诊室 刚出生没几个小时 可能不小心喝到洋水还是台边 第一天出生就马上立刻进入家户病房 我就立马写了LINE 然后传给牧师师母 他们就为这个孩子祷告 我都是利用下班的时间 然后我从台北坐高铁下去 前几天都是这样 每天这样为他祷告 那时候我传LINE给牧师师母的时候 师母就回我说 在祷告里我觉得上帝要拯救这个孩子 在教会里面常常有一些学习 知道怎么为别人祷告 所以我就在他保温箱上面 然后后来上十四下我就说 阿姨来看你喔 你要加油喔 你是耶稣的孩子喔 后来我自己回去 刚好在读经的时候 神就告诉我说 我要将权柄建立在教会之上 应建的权柄是不能胜过他的 我心里就有平安 我知道这个孩子一定会得救的 结果慢慢慢慢 他就恢复正常了 然后在一个月后 他再去出院了 然后到现在上幼稚园了 也许你对上帝不是很认识 我愿意试试看 那你可以经历到神的恩典 耶稣是生命 一切问题的解答 耶稣 耶稣是生命 一切黑暗的亮光 将右上边为希腊 将举怕变为力量 耶稣是永远的盼望 耶稣是 耶稣是 永远唯一的盼望